大家好,我是吉米 我现在在广州西关的清瓶药材市场 上段视频介绍了东山,现在我们逛逛西关 广州被称为千年山都 因为有太多的山貌批发市场了 例如服装、玉器、花鸟、建材等等 今天我们逛的就是药材市场 我们拍一下山长脸测 惯的人不多,不像服装批发市场 那些地方真是有满回晃 这里的店家都悠哉悠哉的 坐在门口闲聊,过逗小孩 但你千万别小看他们生意哦 起码都是千万级别的 我们进来山长里面 山长有五层,四个电梯 我们就在一楼拍一下 店门面都一样的 把货物堆在门口 主要不打通道就行 大叔估计在烧抖音哦 看追黑服 我们出来山长拍拍周边的散步 大哥的眼神好迷人啊 我们镜头赶紧往上拍 大家认识一下广州西关七楼的建筑风格 基本都是三层高 黄栏两个颜色仙剑 一楼是散步 马路两边就满了树 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家在住 帮忙收租 年轻人基本都搬出去了 我们拍一下街道的散步 来个特写哦 几条马路都是做药材的 还有一些店铺做药材加工 货品摆放的这么随意 感觉不值钱 但你一问价格 吓你一跳 十几万的东西就这么随意的摆放在你面前 这条道的镜头就是清贫药材商场 这边的商铺相对偏点 所以铺租会便宜一些 所以东西就好减价 正如网络上讲的 你放心大胆的减价 只要你敢讲 别人就敢卖 广州人都很和气 放心不会抗人的 给大家看一下都有哪些品类 方便大家过来采购 我是不是拍的太明目张胆了 大叔的眼神有内涵啊 这里除了药材还有很多海味干货的店铺 干贝 干海参 鱼翅 鱼肚 紫菜 流口水了 嘿 大哥打镜头 来来一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一片区域除了药材还未批发 还有其他的一些食材批发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